而接下來我們要來鎖定的是 全球的話題了 因為有蠻多場的國際峰會 將會陸續登場 會不會有台灣的議題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正容 好 大家午安 全球市場時間 我們先帶您看到的是 下一週有一連串的重大峰會 都會登場 而且都可能會觸及到 現在很重要的台海議題 首先現在就已經在進行當中的是 10號開始一直到13號 在柬埔寨這邊舉行的東協峰會 畫面上看到的這個最新畫面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 在12號上午已經抵達了柬埔寨 白宮的消息指出說 拜登下午就會跟柬埔寨的 總理洪森來舉行雙邊會晤 這是拜登所搭乘的空軍一號的專機 降落在金邊的機場 按照白宮安排的行程 他會跟柬埔寨的總理洪森舉行會談 並且出席東協峰會 週日的時候還會在峰會的場邊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南韓總統尹齊悅 舉行美日韓三方會晤 並且在週一的時候 14號這一天 也就是G20峰會的前一天 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 好 東協峰會持續進行當中 那麼日韓官方都證實說 峰會期間就會有美日韓的三方會談 預計要討論的重要議題 就是包括了北韓接連的社旦的挑釁 怎麼樣來應對呢 另外還有台海的問題了 南韓總統尹錫悅 他辦公室也證實說已經決定在東協峰會期間 舉辦美日韓的三方禮售會談 討論的議題就是北韓的議題 怎麼樣在美日韓三方加強安保上的合作 另外在日本方面也表示會加強日美同盟 屆時會跟美國總統拜登深入的討論的是 大陸在海上擴權台海還有北韓的議題 而且這個岸田他也預計會在曼谷這邊 跟大國安主席習近平要舉行會談 日媒就報導了岸田會將就釣魚台的問題 還有台灣局勢表達日方的立場 那麼尹錫悅呢 他現在人也是到這個柬埔站這邊出席了東協的峰會 那麼他就表示說動用武力片面改變印太的現狀 企圖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更表示會依照開放公平的秩序要促進經濟繁榮 更要跟東協國家要加上合作 要提升全球供應鏈的韌性還有經濟安全 好除了美國總統拜登會出席這一系列即將召開的國際峰會之外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他也確定在下週會出席在印尼這邊舉辦的G20峰會 還有在泰國曼谷舉辦的APEC 這也是大陸外交部首都證實習近平將會出席G20峰會 而且透露習近平的出訪會跟多國的領導人見面 除了重頭戲拜習會之外呢 習近平也會跟法國總統馬克宏 還有塞內加爾總統薩爾 還有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等多國的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 這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的首次出國訪問 好拜登今天開始呢就在拜習會之前就先飛抵了柬埔 在這邊出席東協峰會了 那麼之後14號這一天他就會到印尼的巴厘島 到這邊來參加G20 而在G20的前一天就會跟習近平來先做個雙邊的會晤 大陸的外交部就證實說習近平確定會出席G20 屆時也會會晤多國的元首 美中雙方是各自拼外交 特勤部隊穿著全套裝備 用障礙物當掩護 為了即將到來的G20 印尼軍方積極進行陸空演練 維安不敢鬆懈 因為各國領袖將齊聚巴厘島 而大陸外交部也首度對外宣布 習近平確定出席G20 議會期間 習近平主席將應約 同法國總統馬克龍 美國總統拜登 塞內加爾總統薩勒 阿根廷總統 菲爾南德斯等多國領導人 舉行雙邊會見 習近平14號會先和拜登進行面對面會晤 接著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 塞內加爾以及阿根廷總統 也都確定會和習近平碰面 結束G團里行程後 17號習近平還會飛往泰國曼谷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 並順道訪問泰國 美方應通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進互利合作 避免誤解誤判 推動中美關係 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拜登強調 習拜會上將和習近平劃出雙方紅線 並將談論台海穩定問題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表示 美國將向台灣通報拜喜會晤狀況 並保證結果會讓台灣感到安心和放心 引來大陸批評 研究美中關係的專家多半直言 會晤不會有任何突破 蘇利文也指出 會後不打算發表任何形式的聯合聲明 顯示比起達成雙方共識 這場會晤更大的意義在於避免霧彩紅線 導致美中緊繃繼續夾劇 記者劉家宇報導 俄羅斯戰爭開打已經有265天 俄羅斯撤出烏克蘭南部的 佔領重要位置赫爾松 烏克蘭的軍隊重返市區 升起國旗 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 不過消息說呢 俄軍在撤離的時候 似乎是非常的趕 甚至還炸毀主要的橋樑 就是要防止烏軍趁勝追擊 烏軍在赫爾松行政中心 重新升起國旗 宣示烏克蘭重新掌握赫爾松的主權 見到烏軍重返赫爾松 民眾披著國旗 夾到歡迎 民眾心形若狂 披著國旗 歡迎烏軍重返 更有人喜極而泣 留下男兒淚 自3月烏克蘭南部重陣赫爾松 遭俄軍佔領 雙方交戰 歷經9個多月的時間 烏克蘭重新拿回主權 不僅各政府機關 升起烏克蘭國旗 一處寫著俄羅斯 永遠在這裡的看板也被拆除 顯然俄軍已從戰略城市撤除 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表示 赫爾松已經是我們的 俄羅斯宣布完成撤退 並且炸毀連結赫爾松的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避免遭到烏軍追擊 面對俄軍失利 擔心戰火波及到俄羅斯境內 俄國也悄悄重整自冷戰結束後 就被擱置的防空洞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 稱考量當前事態 俄羅斯準備與烏克蘭談判 專家分析俄羅斯討價還價的籌碼 主要來自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 四個強戰區 但是領土讓步的政治成本更高 等同打臉普丁 雙方要達成共識並不容易 記者綜合報導 日本正在面臨第八波的疫情大威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北海道 現在已經進入了冬季 最低溫只有4度左右 而低溫讓病毒的活性大增 再加上天氣很冷 大家都關窗不通風 這也讓當地的疫情狂飆 確診數逼近8000例 也創下了全日本最多 北海道有幾個大都市的醫院 現在還爆發了集體院內感染 讓醫療大崩壞 日本疫情反彈 週五單日新增7萬3000多例 最嚴重的就是北海道 不增近8000例比上週同日多了4000多例 平均一週每10萬人就有989.6人染疫 還是全國第一 但中重症沒有明顯增加 才能是寒管和傳入醫院 都爆出百人集體院內感染 醫護和病患相繼染疫 也讓醫療大崩潰 目前北海道病床首率飆到了43.7% 已經超越了第七波大流行高峰 北海道大學團隊研究下水道 早在一個月前就發現了 第八波大流行徵兆 可怕的是病毒濃度不斷的上升 還看不到盡頭 為何北海道疫情狂燒 專家分析因為最早邁入冬季 近來平均溫度都不到10度 最低溫只有4.1度 而病毒在5到15度狀態下活性大增 加上天冷冠窗不通風 加速病毒傳播 另外校外活動增加 也讓年輕族群染疫大增 多達整體三成 更可怕的是流感和新冠病毒 同時上升 有患者高燒飆到了39.8度 在發燒之前病到狂躲不止 痛不欲生 英國研究顯示 有3.2%的新冠患者 同時還感染新冠 與單純染新冠的患者相比 死亡率近是2.35倍 而另一項研究顯示 三度確診新冠的患者 重症和死亡率都會上升 可別以為輕症不痛苦 就疏於防疫 記者綜合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今天會有很多種檢查 incom市 這是誰會和死亡的 破壞人ina 可是當中是不頭 的麻煩 有的